元朝时期有一位女强人 她出身于关二代 嫁王者之子后 所生的四个儿子都做过帝王 她就是克列 索鲁和铁尼 大蒙古国皇太后 克列氏是托雷的正妻 蒙哥 忽必烈 旭烈物和阿里布哥的生母 元宪宗蒙哥 和元室祖呼碧列 都做过元朝的帝王 旭烈物在西亚 开创了伊尔汗国 阿里布哥在1260年 于蒙古本土 被部分宗王贵族推举即位 并合乎碧列 正未达四年之久 由于她的这四个杰出的儿子 都做过帝王 因此她被后世史学家 称为四弟之母 首先来说 列索鲁和铁尼的官 她是克列布王汉的 弟弟扎和赶部的女儿 从小不但受到了良好教育 管理才能出众 她还信奉的是 基督教涅斯托里派 并且还练就了 骑兵射箭等本领 而索鲁和铁尼的父亲 和成吉思汉 还是结拜兄弟 两人情同手足 一起联手打天下 但天有不测之风云 在一次争争中 成吉思汉受困 在关键时刻 索鲁和铁尼的父亲挺身而出 拼死把成吉思汉就出来了 结果他却因为身中束剑 伤势过重而死 索鲁和铁尼的父亲 惨死后 只留下一对儿女 成吉思汉 为了感激兄弟的相救之恩 便把索鲁和铁尼 兄妹俩 视为己出 把他哥哥当将军 来培养 而把他当媳妇 来培养 索鲁和铁尼 和拖雷很投缘 很要好 成吉思汉 便将美丽的年仅15岁的索鲁和铁尼许 配给了自己最得意的儿子 16岁的拖雷 婚后 索鲁和贴尼 为拖雷生了蒙哥 忽必烈 虚烈悟 阿里布哥四个儿子 拖雷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 他执掌蒙古军队的80%的军队 是蒙古的定海神针 后来 在宫军战役中 他更表现出 卓越的军事才能 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军民中的地位 也更加攀升 然而 随着拖雷的名声大震 引起了他的兄长 倭阔台的记恨 卷入了蒙古 宫廷斗争中 公元1232年下 在北规的路上 倭阔台因为水土不服 而生了重病 结果蒙古人 最信任的巫师把脉后 得出的结论是 蒙古军队灭金石杀戮过重 触怒了金国土地上的鬼神 大汉想要不死 除非和大汉地位 相比你的皇族以命来换 才能平安无枪 逢凶化吉 随君而行的拖雷听说后 也不管是不是 窝阔台和巫师 设下的计 第一时间战了出来 二话不说 结果巫师的神水阴影而下 结果毫无意外 拖雷吐血而死 而窝阔台却很快就好了起来 拖雷去世后 窝阔台试图冲击 索鲁和铁尼的这个底台 当时窝阔台做了两件事 第一 他要求索鲁和铁尼下 嫁给他的儿子贵友 结果 索鲁和铁尼用抚养儿子 唯有拒绝了赵命 窝阔台见他态度坚决 也不好动漫 这是只好不了了之了 第二 希望索鲁和铁尼能拿出三个千户 给他的二儿子扩端 窝阔台 这只是切一块很小的蛋糕 毕竟三个千户与96个相比 实在是太小了 但是索鲁和铁尼依然断然拒绝了 因为索鲁和铁尼明白 虽然切出去的这块蛋糕很小 但是一旦拿出去了 也就表明这块蛋糕是可以被切割的 索鲁和铁尼的底牌是可以动的 索鲁和铁尼要打掉这个概念的形成 他要告诉大家 这个蛋糕绝不能动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这块蛋糕切走 任何人都不能动它的底牌 到了公元1241年 56岁的窝阔台病逝 窝阔台的六皇后 乃马真托列歌 纳不雍立 太宗最喜爱的孙子 施列门为大汉 想为自己儿子贵游谋权篡位 但是西道宗王八都与贵游素来不合 拒不来参加选举大汉的大会 而在这时候太祖 成吉思汉右帝铁木格沃赤金 也带本部大军前往哈拉和林争夺大汉之位 帝国面临内战和混乱的危险 宫廷大乱 宗王们都卷入其中 争权夺势 相互拼斗 致使汉卫须玄了五年之久 在这五年里 托雷一族在索鲁和铁尼的严管下 没有卷入这场政治风波之中 他爱护属下臣民 对违法官员和军事加以严惩 他领地内百姓的处境 比其他宗王领地要好 而且索鲁和铁尼信奉涅斯托里派 但是对各种宗教的教士和学者 与儒学和儒士也非常优胆 使得他和儿子赢得了良好的名声 这样也为他的大儿子蒙哥 继承皇位打下了良好基础 到了原定中原年 农历7月12日 索鲁和铁尼审师多事 决定率朱子参加大会 并且拥立贵游登基 这样一来就安定了局势 并使得索鲁和天尼 与四子威望进一步提高 贵游大汉由于既恨拔都没有来参加 他的登基大典和选汉的库里台大会 于是贵游借口叶弥利的气候 适合养病 率军离开都城和林向西进发 实际是去攻打拔都 索鲁和铁尼秘密派使者 告诉拔都加以防备 拔都立即起兵向东进发 通过此事 进一步拉拢了拔都的树翅家族 原定宗三年农历三月 贵游西行途中去世 据说是被拔都派奸细毒死 在贵游去世之后 蒙古韩国又陷入混乱之中 索鲁和铁尼当即与宗亲中的掌兄拔 都合谋召开选举大会 在拔都的一例主持下 蒙哥被推举为新克罕 那为什么会选择蒙哥当克罕呢 原来索鲁和铁尼生了掌子蒙哥后 就把他送给了窝阔台当义子 不知道这是索鲁和铁尼有意而为 还是无意中的碰巧 可以说因为蒙哥给窝阔台当了义子 为他今后夺取大汉之位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成绩斯汉在西征的时候曾说过 他要把大汉之位传给窝阔台 而且蒙古帝国的大汉之位 此后也只能在窝阔台的后代中传递 所以这就基本上断了其他宗王 获得大汉继承权的机会 但是由于蒙哥是窝阔台的义子 也就意味着蒙哥也是窝阔台的后人 所以后来当把都支持蒙哥 召开忽理台会议 让大家选举蒙哥当大汉的时候 就找到了法理根据 既然他是窝阔台的儿子 就没有违背成绩斯汉的遗诏 因此他继承大汉之位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梭鲁和铁尼 把蒙哥送给窝阔台当义子 就没有后来蒙哥继承大汉之位的可能 因为蒙哥找不到法理根据 他就算实力强劲 也没办法说服大家选他 我们不能说梭鲁和铁尼 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 窝阔台将被成绩斯汉选为大汉继承人 但是梭鲁和铁尼一定看出 窝阔台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 而且很得成绩斯汉的喜爱 梭鲁和铁尼政治嗅觉是非常敏锐的 他一定感觉出了 窝阔台这个人将来一定非同反响 所以才会极力联合他 把儿子蒙哥送给他当义子 以拓展将来的政治宽度 我们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如果梭鲁和铁尼有好几个儿子 送一个给别人当义子也说得过去 但是那时候梭鲁和铁尼 才只有蒙哥一个儿子 就把蒙哥送出去了 可见他做的这件事必然有目的 同时把蒙哥送给别人当义子 也实实在在促进了蒙哥的成长 在别人家里生活 让蒙哥学会了察言观色 勤劳自律 积极向上 而窝阔台自己的长子贵游 反而没有得到好的培养 养成了顽固子弟的性格 公元1251年 蒙哥登基及大汉位 史称原献宗 蒙哥登亲尊 功不可没的梭鲁和铁尼为太后 蒙哥即位后 主要致力功灭南宋 大理等国 并派遣叙列物 西征西亚诸国 蒙哥去世后 忽必烈为蒙哥上庙号宪宗 是号环宿皇帝 索鲁和铁尼的次子元氏 祖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公元1260年3月 忽必烈在开平称汉 成为大蒙古国的末代克汗 1271年 改大蒙古国号为元 也就是元朝的开国皇帝 1272年 迁都于大都 金北京 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 学习汉族制度 吸取汉族统治者先进的文化 采取一系列措施 对当时的北方地区 进行了有效的治理 为灭亡南宋 统一全国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随后 举兵南下 于1279年 消灭南宋 结束了中国历史上 自唐末以来 长期的分裂 割据局面 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元朝 索鲁和铁尼的 第三个儿子序列物 奉蒙哥之命统帅大军 进行第三次蒙古习征 远征西亚 战功赫赫 建立了伊尔韩国 是西南亚的征服者 1258年 灭了阿拉伯帝国 晚年的序列 物质立于巩固在波斯的统治 使波斯成为 伊尔韩国统治的核心地区 索鲁和铁尼的第四个儿子 阿里布戈 蒙哥死时 忽必烈也在中原 序列物则远征西亚 留守蒙古帝国 都城哈茨和林的阿里布戈 想趁机夺位登基 公元1260年4月 阿里布戈在暗坦和称汉 1264年 经过四年的皇位之争 忽必烈最终取得胜利 阿里布戈在阮禁中死去 元宪宗蒙哥即位的第二年 索鲁和铁尼因病去世 后来 元氏祖呼必烈为 生母索鲁和铁尼上师号 为庄圣皇后 至大二年 12月6日 元武宗海山 为索鲁和铁尼 加上尊氏显义 妙号蒙古帝国 显义庄圣皇太后 蒙古克列史 瑞宗托雷之妻 宪宗蒙哥 氏祖呼必烈 伊尔汉序列物和蒸汉魏失败的 阿里布戈 这样一来 索鲁和铁尼的四个儿子 都做过皇帝君主 也因此 索鲁和铁尼 被后世尊称为四弟之母 在草地 原始宗教里面 到现在 还是非常推崇的圣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